初中都没毕业的杨超越在新剧中演女大学生 观众能接受吗 由杨超越,徐正希主演的虫子已经大接居 这部剧宣传的时候声称花千古2.0版本 看完之后发现可能连低配版花千古都谈不上 剧情俗套,杨超越的演技更是一言难尽 最终豆瓣评分4.9,口碑确实是翻车了 在虫子播出的过程中 剧方为了宣传可谓下足了本钱 但结果令人失望 制作方这次压凑宝了 杨超越最后没能撑起这部剧 这部剧最终评分定格在4.9分 和剧情,演员演技密切相关 对于剧情,花千古之后 类似的剧情数不深数 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 再出师徒练 几身几世已经不香了 其次就是演员,特别是剧中的女主角 杨超越颜值不错 但演技实在是拉胯 杨超越已经有了几年的演员经历了 拍过不少电视剧 比如江叶尔,且听奋影等 但直到虫子播出 也没看到他演技有什么进步 因为之前的表现一直都很一般 虫子又扑街 因此有很多网友猜想杨超越之后的词言可能没那么好了 但也并不是说杨超越就无戏可拍了 最近杨超越新剧的消息又在网上曝光了 目前杨超越正在拍摄《如果奔跑是我的宿命》 从路透来看,这是一部校园剧 照片中杨超越穿着灰色的外套 蓝色的牛仔裤,加着高马尾 浑身透露着青春的气息 这一次杨超越在剧中将出演一名女大学生 看到这里,很多网友不淡定了 评论区也变了位 甚至有网友提出疑问 有没有搞错初中都没毕业的人 需要演女大学生是认真的吗 好好找个演员不行吗 天天要找杨超越 看到这样的质疑 有些粉丝也坐不住了 提出了灵魂卡问 难道演孙悟空一定要被欺视二变吗 演将军的演员是不是要当过将军呢 演皇帝是不是还要当过皇帝才能演 乍一看,这三个问题问得似乎很有道理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三个问题太过特殊 没有普遍性,有点无理取闹的味道 但这三个问题岂是一句话就回答了 不管是演孙悟空,将军还是皇帝 都不是那么容易演好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演技过关 网友的质疑其实是有道理的 经历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演技 如果杨超越的演技能撑起角色 他的旋律一点也不重要 反过来说,如果演技不过关 经历也会对演员有帮助 因为角色中的人物都有经历过 演起来会更加得心英手 在很多人眼中,杨超越演技很一般 而且初中都没毕业,再去演女大学生的经历 的确很有挑战 大学生活是每个人心中最美好的会议 如果杨超越演杂了,肯定要受到观众的吐槽 这才是网友质疑的原因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生活中的经历是很重要的 生活经历丰富,拍几戏来可能很容易进入角色 感情的表现会更加饱满 这一点在张宋文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狂飙中 张宋文老师出演的高启强就是最好的说明 张宋文能把高启强演得如此到位 除了精湛的演技外,还有他的经历 高启强还是一个愚犯的时候属于最底层的人 每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奔波劳累 高启强的经历,张宋文老师也经历过 并不是说他也当过鱼饭 而是他经历过最底层人们的生活 那种感觉深深刻在了张宋文的心里 要知道最困难的时候,张宋文连饭都吃不上 为了吃饭他甚至到菜市场捡菜叶 有了这样的底层生活经历,在演早期高启强的时候 肯定马上就理解角色了 而且入戏也很快,角色也演绎得更饱满 到此,网友质疑杨超越初中都没毕业 却演女大学生的问题就有答案了 并不是他不能演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演好的问题 从颜值和年龄来看 24岁的杨超越演女大学生肯定没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他的演技了,就之前杨超越的经历来看 要演好这个角色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演了那么多古装角色了,他的表现都差不多 演技看来看去也就那样 这也不能怪杨超越,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表演学习,完全是套自己领悟的 杨超越能成为演员,也不是他能左右的 在选秀出道后,杨超越没多久就成为演员 这是资本导向的结果 杨超越出道后,资本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流量 要想把这种流量做到利益最大化 办法只有一个,变线 流量怎么变线呢? 既然杨超越那么火,就把他推上综艺 拍电视剧,接广告,代言 至于演员的身份,演技好不好似乎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参演,有代表作 在资本的操作下,赵超越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演员 他还是一名歌手 回到杨超越演员大学生的问题上 其实没有大学生经历不是那么重要 只要杨超越想要成功 这种经历现在也是可以经历的 他可以去学校体验一段时间 感受一下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心力 这样对杨超越拍戏会有很大的帮助 假如硬点,在导演的指导下或许能演出样子 但表演的可能会很生硬 表演痕迹过正,不能把角色的特点表现出来 你认为杨超越适合演女大学生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